这个就是MEDMEMBA 就是去谋改这个VisionMEMBA 然后用于这个医疗图像的分类 然后从这个四个方面讲 首先是背景 然后就是说他也有提到 就是说像对癌症和许多疾病的检测和诊断精度 都是依赖于临床医生比如的专业知识 然后就是说导致临床医生阅读和解释医学图像的方式 存在差异性 面对这些临床挑战 现在已经开发并测试了许多计算机辅助检测和诊断的解决方案 旨在帮助临床医生更加有效地阅读医学图像 然后去做出诊断决策 现在很多研究都表明 就是说深度学习在图像处理方面就要具大潜力 成为CAD这个领域的主流技术 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图像分类 医疗图像分割以及医疗目标检测 然后在临床诊断中 准确分类各种医学图像 是众多论务中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论务之一 因为图像分类是患者准断的一个重要部分 并且它这个分类任务的图像标签也比较容易获得 现在当然的研究都表明就是说 基于CN和Transformer的两种分类模型 在各种医学图像分类任务中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 但是它这两类也具有它的固有的局限性 首先是CN因为它受到局部感受也的限制 它就极大的阻碍了它们捕获远程信息的能力 就通常导致特征提取不足 从而导致分类结果不理想 而基于Transformer的模型 它虽然在全局建模方面表现的比较出色 但它那个自注意力机制需要图像大小的两次复杂度 就会导致一个高计算负担 使得模型无法应用于需要密集检测任务 比如说分割和重建 以及各种实际的场景当中 然后基于经典的SSM研究 然后现代的SSM Lumamba 它不仅能建立了长距离依赖 而且还展示了语数大小相关的线性复杂度 并且基于SSM的模型已经被广泛研究了 然后用于语言理解通用视觉以及医学分割 然后作者就由此开发 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一种新的医学图像分类架构 它能够捕获远程信息 并且能够保持线性的计算复杂度 它这个MetMamba 也是受这个VisionMamba的一个影响 然后提出了它 然后是一个基于现代SSM的这些模型 旨在展示它的一个医学图像分类的潜力 据起来就是说MetMamba它的核心 是由一个CovSSM的模块组成 然后与自然图像不同的是 医学图像之间是有个很高的相似度的 因此就需要去要求模型能够提取 一个长距离建模能力 以实现医学图像中粗和细利度特征的一个有效提取 以及准确的图像分类 然后作者在五个不同成像技术获得的医学图像 三个公开集和两个私有集上进行了全面的实验 展示了它的一个能力 它的贡献就如下 就是说提出了MetMamba 然后是首次探索基于SSM模型 在不同模态医学图像中的潜在应用 然后在五个数据上进行全面的实验 它表现出了一个相当的竞争力 然后它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准 并且为后面更基于SSM的更有效的一些算法和系统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后首先就是它的一个架构 然后它的整体架构如右边这个图一所示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就是前面包括这个Patch100顶层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CovSSM快 以及它的PatchMagin层 然后后面就是四个 三个 后面第四个它这个就是一个分类器 然后在MetMamba中的话 它一个PatchAbanding层 首先会将图像输入图像X H乘以W乘以3的这么一个划分为 大小为4乘4的非重结Patch 然后从来它 然后再将它的一个维度映射到C 就是它这个通道输入映射到C 默认它是96 然后得到一个Ebanding的图像X1撇 X1撇通过这个 即会通过层规一化之后 输入到MetMamba的主干中 主干就是由后面这四个阶段组成 在前三个阶段中 它后面都是使用这个PatchMagin层 然后它用于是减少输入特征的高度和宽度 同时增加它的一个通道数 然后它每个阶段的通道都会都是分别是C2C4C和8C 但它这个图里好像写的还是8C 应该是它写错的 对 然后它后面就是它一个主干 就是这个CovSSM 就是刚下面那个 然后它这个是它这个MetMamba的这个核心模块 然后可以看到它一个是一个双分支的模块 首先它通过通道分割操作将这个input分割为两个大小 它这个通道分割就是沿着通道维度进行分割的 分割成两个大小相同的子输入 然后将这两个子输入分别送入到两个分支某块中 就一个送到左边一个送到右边 然后在这个左边这个卷积分支中 它就是简单的使用连续的卷积层来建模输入这个局部特征 然后在右边这个SSM这个分支中 它是就是这结构是中间这个 也又被分为两个分支 然后它是左边这个分支就是通过一个线性层 然后和一个激活函数 然后在右边这个分支中 它是通过线性层深度可分离卷积以及激活函数之后 然后输入到这个2D选择性扫描某块SSR2D中 进行进一步的特征提取 然后提取完的输出之后再通过层规一化 然后与第一个分支的输出进行主元素相乘 然后进合并 然后再使用再通过线性层进行特征混合 然后停加产差连接 然后默认的激活函数就是这个SLU 然后在这个CovSSM的最后 连着就左边和右边 他们沿着通道维度直接合并为两个分支直接合并 然后再使用一个一乘一的卷积核来融合特征图 然后促进他们之间信息交互 然后VisionSSM它的结构就是只有这么一个 然后它的结构就是多了左边这一个 就是卷积的东西 就说左边是关注信息 右边是关注卷积 对有什么直接的领点吗 对是的 VisionMember就是用了就是这个模块吗 这个怎么有点像 它方法就这样 就很简单 就这样了 对 然后后面就实验了 然后是五个数据 首先是什么零工颈零八 零八节病院超生数据级 然后这个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医院 他们就是他是广州医科大学的 应该是他们自己的 然后就是分14类 然后就这样 这可以就大概自己看一下 然后这个母胎筛查这个超生图像检测 然后这是公开的 然后这是有六类 然后这个是这个新冠的这个胸部X光的图像数据级 这也是公开的 然后这是分为三类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Kavers这个数据级 它这个也是公开的 然后是有八类 然后这个是大规模二进检查数据级 就是私有的是他们之前的工作 之前工作在这个工作基础上 又加了一些新的图像 然后命名为了这个AutosCopy2024 然后有九类 然后它度量指标是 医学图形 它是使用了准确率 精确度 敏感性 特异性 以及FE分数 作为它的一个评估指标 然后它的计算公式都是就这样如下 然后实验结果 就是在先前的工作中 就是研究的人倾向于使用 为ImagineNet精心设计的分类模型 用于对 然后来拿来对医学图像进行分类 尽管说这些模型最初用于自然图像分类 但是这些实验结果表明 它们在医学图像分类中也是有效的 像这个RestNet50这种 然后为了展示Member的潜力 作者将其与一些在医疗图像分类任务中 应用的Sota模型也进行了比较 像这个什么 反正就是有些 像EpatientNet这种 然后它的架构非常简单 它的表现也依旧非常良好 然后甚至在某些数据中 超过了基于CN和基于Transform的模型 加粗的就是它是最高的 可以看到在前面三个数据上 它就基本上都是最高的 然后在后面的话 我刚刚我看一下 大概也就也排在第二第三的样子 对 然后它这个实验就非常少 就这位5数据做完就没有了 然后后面就是它一个结论了 然后可以看 对 然后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未来工作 就是说未来工作 它可以也可以就是说进一步探索 它在其他成像技术上的一个简历 然后可以进一步去优化它的内部架构 然后就是说它也可以做一些 来分析它的一个决策机制 以及它一个推理速度和模型参数大小的影响 因为它自己没有提到它一个参数大小 然后还有就要像 由于SSM在高效长序列建模方向的优势 可以进一步研究 它在一些高分辨率医学图像 比如说病理图像中的一个性能 然后还可以尝试使用MEDMEMBA的主案 作为encoder和decoder探索在更高级的医学图像中的应用潜力 比如说图像分割 目标检测 图像配准和图像重建 对